曾在《中国梦想秀》里,有一个名叫李娜的女孩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她坚强乐观,开朗爱笑,但是最后因为疾病而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那期节目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很多人都是流着泪看完的 她是一个95岁的小姑娘,在早前被诊断为癌症患者 尽管她的命运这么坎坷,可她还是依旧面带微笑,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 被网友称作是最美的癌症女孩,其实她的痛苦远不止于此 在07年的时候,她就因为右腿的肿瘤而进行了截肢 这对一个95岁的女孩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或不单行,在14年的时候,她的肺部不舒服 经过到医院的检查,发现肺部上长了个肿瘤 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她的身体也随着病情的恶化每况愈下 但是她为了感恩自己的父亲,而想要参加中国梦想秀 因为她的坚持要求,父母才同意她带着病痛的身体来到这个舞台 她参与这个节目的初衷非常的单纯 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唱了一首《一生有你》 送给自己最爱的父亲 当时的她也是流着泪唱的 最后甚至气不成声唱不出声了 后来韩红补唱了一部分,她圆梦成功 和韩红一同唱完了生命中最后一首歌 唱给父亲听 她那乐观向上的笑容和美妙的歌声永远地被记录下来 这样一位不惧病痛的折磨和打击 依旧以乐观积极的态度笑对人生的小女孩 让很多人都不敬肃然起敬 当时主持人也感动了 问她为何要面临磨难依旧笑对生活呢 她笑着回答 笑着活一天,不笑也是活一天 我为什么一天要苦丧着脸呢 不管生活对我怎样 我都要笑着去面对 她懂得感恩父亲对自己的爱与关心 这位花季少女 在15年2月8日那一天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对她残忍的世界 此消息一出 让很多网友感到惋惜和心疼 同时也祝愿这个爱笑的女孩 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病痛 人们永远怀念她 要愿为她牵着一个美丽的花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